为什么都喜欢用反甲去欺负光信啊 光信在这个赛季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在坚持的都是信仰都是爱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你不能开具裸一个反甲呀 对嘛 要输你就得出拳 斩草不出根春风吹又生 什么老爹邪爸爸护手 父亲甲祖宗背心你得骑活 你给反光信装甲一次机会 反光信装甲成就您的幸福人生 这边李元方在开龙 咱们趁机提前准备一下 轻轻一点龙一抢 元方兄李信兄多谢 哎这个李元方上头了哦 他居然交了二技能过来A我 你就是厕所里面打灯泡找死 这边李信交了一闪 咱们没的技能追不上了 暂且先放他一马 下后打李信基本没什么难度 这不是老主我装啊 你上你也行 完全是因为英雄和装备的克制 前期的时候劲道一出玩 老爹邪一坐爸爸护手一坐 他李信怎么敢以下放上 残血了还不走还敢出塔 等他巴里完了之后 二段一技能一控 反手跟上一个大 送这位兄弟上路 这个光星不知道是太年轻 还是学艺不精 总之我感觉他稍微有点忙啊 下后端你玩的好了 他连吕布都可以欺负一下 更别说区区一个光星了 下路这一波顺便的存在 应该是给了李信一些莫名的勇气 我反脚都出了 你这个时候跟我站路 小伙子你凭什么 别跑别跑 你呀你呀站路呀 花里扶扫跑的是真快 但是你们家顺便 他可没得位移 稍微一等大招一好 送这位兄弟上路 一波一打二差一点双杀了 你说你玩什么光星 下后他不香吗 虽然说要尊重每一个英雄 但是老祖我真的建议啊 如果你不是信仰的话 单纯只是为了上分 那么黄刀下后适合你 不但是可以打伤害 还可以承担伤害 同时续航还特别持久 对抗路换血基本无敌 你想啊 作为一个边路 持久一点肯定不是坏事 更关键的是你黄刀一带 被动加钱 反野赚钱 支援队友还能蹭钱 这个发育速度特别特别快 而有的时候快一点 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边野区爆发一波招一战 可惜咱们那个大方走了 对面李源芳二级人一交 也是逃的一命 但是哎 我看到什么了 李信跑到这个龙壳里面 你怎么敢的呀 二级人一开 成绩一交反射一刀 送这位兄弟上路 李源芳此时去而复反 奔其千里只为送头 不要这么勇的吗 这边发出集合信号 跟队友一起过来空谷主宰 成如你所见 这一把我出了一个桑琼 虽然理论上来说 没了攻速以后 桑琼其实不太适合下后了 但是对面这一把是双射手 所以相较于暗影战斧来说 桑琼的适用性就会广一些 因为对付这一类双射手阵容 你做什么暗影战斧 破军去凭伤害 那不用想 肯定是人家的暴击更强 但如果你是败药的话 那也不是不能玩 就像是这一波 能抗能打还能送 略微有一滴滴的草率 就不该避讨 因为咱们出的 毕竟是全套的反理性装甲 用来欺负什么光性啊 射手还行 但是对付真击吧 就不太合适 这里仍然是李师傅的 手高低环节 可惜了 李师傅这一套技能下来 他自己掉的血 好像比我还多 但咱们能因此嘲笑李师傅吗 不能 一个英雄强不强 你说的算吗 不算 我说的也不算 绿叶称红花 没有弱又怎么会有强呢 他人都笑李师傅刮杀 唯独我觉得李师傅伟大 没有光性谁会明白 原来反角这么好用 没有光性谁又会明白 原来除了冷却鞋 抵抗鞋以外 还有一双老爹鞋 也适合战士们 没对光性 咱们更不会知道 原来爸爸护手 和祖宗背信的性价比这么高 光性 他丰富了装备多样性 而且让我们也学会了 什么是装备性价比 所以咱们以后遇到光性了 你部署反理性装甲 都是对他不尊重 最后仅以此视频 致敬那些光性玩家